我们右边有一个图 这个图它就是表示 在距离X轴远点X远的地方 有一个点有一个位置 它的高度是H 如果说距离远点XA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A点它的高度是HA的话 那么在B点跟C点 就是距离远点XB远跟XC远之处 分别有B点跟C点 它的高度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用一种技巧 从XA的高度来求B点跟C点的高度 从A点的高度 求B点跟C点的高度 比如说 我们只要知道 距离A点 DeltaX远之处 距离它X远 那么它这边的高度就升高一个 DeltaX DeltaX距离它X DeltaX远 高度升高一个DeltaH远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HB的高度呢 它就等于这个高度 HA的高度 加上这个高度 这个高 加上 加上 这个高度 乘上 这个距离 乘上这个距离 那么 这个高度呢 就是加上 这个高度 乘上这个距离 那么B点的高度 就等于HA 加上 DeltaH over DeltaX DeltaH over DeltaX 乘上 从A点到B点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DeltaXAB 就是XB 减XA 这么长 因为它 单位长度 升高这么长 这么高 那么有这么长的高度 它升高多少高呢 那我们就是 这个高度 加上 这个高度 乘上这个长度 所以C点的高度呢 它就等于 因为C点比这个矮了 所以 每隔一个DeltaX 它就降低一个 DeltaH 每隔一个DeltaX X降低一个 DeltaH 所以 从这里到这里 总共有多少个距离呢 就是X DeltaX AC 那就是XA GXC 乘上这个高度 DeltaH over DeltaX 那么这个技巧 我们一再应用 一再应用 我们现在介绍 相应用A的闪度 A的闪度 就是说 假如这个空间 有相应用A的分布 在我们这里 有个坐标 这个坐标的圆点 就设在 这个 小小立方体的正中间 这一点的相应用A 就是这个 但是偏过来 这个相应用A 就不是它了 就是另外的相应用A 这一点的相应用A 又是另外的相应用A 我们现在假设 这个相应用A的分布 朝这边来的话 朝各 各轴的正方向 相应用A是 变大了 朝各轴的负方向 相应用A 是减小的 那么大概都是 就是说 因为这个距离 都是微小距离 DX DY DZ 所以都是朝这边偏 这么小距离 不可能一下子 这边 一下这边 都是这边 那么现在我们要算 这个六面体 从它六个面上面 转出来的总痛量 是多少 我们知道 这边的痛量 就等于这边的A 相应用A DOT DA 这边取一个小小的面积技术 DOT DA 就是A DOT DA 每一面都是这样 那么六个面呢 就是 我们把六个面的A DOT DA都加起来 那么我们就用一个 这个符号来表示 这个符号就是代表一种 Close the path Intical Close the surface Intical 就是一个 封闭 面 封闭面的积分 现在我们 继续来介绍 Divergent A 刚刚已经介绍 Divergent A 定义是这个 那么它就是等于 向量A 在六个面 通量的总和 这六个面的向量A 我刚刚说过 不一样 对不对 这边的A 这边的向量A 要比这个大 因为它是往正方向 位置往正方向增加 所以它要比 这个的分量 这个分量就是A 这一点的A的 分量要大 大多少呢 那我们就看 它每隔一个 Delta X 它的大小就增加一个 Delta A 我们刚刚说它是往这边是增加的 那么从这里到这里 总共有多少的距离呢 它是二分之一的DX 所以这个值乘上二分之一的DX 加上原来这个地方的AX 它就变成这个地方的AX 我们写着AXR R就是代表 Right Surface 就是代表在右边 在右边的表面的值 那么左边呢 我们刚刚说左边的话 这个A是变小的 所以它在这里是AX 往这边来呢 那我们还是一样 说它每隔一个Delta X 它的AX就增加一个Delta X 但是现在是往这个方向去 就是减少这么多 负的这么多 在总共的距离也是二分之DX 所以它就 由左边AXL 就是左边的AX 就等于AX-Partial AX over Partial X 乘上二分之DX 那么这两边的通量 我们现在看右边的通量 右边的通量 就等于这一边的AXR 乘上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就是DX 乘上这个DY、DZ 这个是DY、这个是DZ AXR乘上DY、DZ 那么就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来 就变成这个 那么右边的通量 右边这个面的通量 就等于这个 在这一边的这个AXL 也是乘上DY、DZ 不过它这一边是 钻进来的 这一边是出去的 这一边的通量 因为它 我刚刚说 它都是稍微偏这一边 所以这个地方的AXR 是朝这一边 是进来的 所以它是负的 进这个封闭面是负的 所以它就等于负的 把这个AXL带进来 就变成这个 那么左右两个面的总通量 左边跟右边的通量和 就等于这两个之合 D5R叫D5L 这两个一加的话 第一项正的 第二项是负的 就消掉了 第二项是两个都是正的 所以就变成两倍 就变成partialAX overpartialX 然后DX、DY、DZ DX、DY、DZ 就是这六面体 它六个面的成绩 就等于这个正六面 就等于这个 互相垂直的六面体 它的面都是互相垂直的 那么它的DT 它的体积奇数 所以D5RL 右边跟左边的通量是这个 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计算法 我们就可以同时算出来 我们看到说 这一边左右两边是partialAX overpartialX 第一套 那么通过这一边上下两个面的 它就是partialAX partialY 在Y方向的变动 升上第一套 那么前后两个面是Z面 那么就等于partialAX overpartialZ 升上第一套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后 把这三个都加起来 就是等于从这个封闭面里头 然后专出来的总通量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值 这个是DT 那么T就等于它的积分 这个对六个面的积分 那我们就把这个扩乎里头 这个量呢 partialAX overpartialX 加上partialA5 overpartialY 等等加起来 我们就用 符号来表示 这个就是del的符号 这是向那A del.A 我们就等于这个operator 跟向那A做内积 做内积的结果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diverge A 我们就称它叫做向那A的散度 向那A的散度 定义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值 其实就是这个operator del operator 跟向那A的内积 所以这个叫做向那A的散度 好,现在我们 刚刚那个是一个小小的体积 小小的六面体 就是每一个这个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表面 里头包着一个大体积套 里头有好多好多个这样的小体积 每个小体积都有flux 那么我们把这些flux全部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 就是这个通量 全部加起来 那么我们会发现 相邻的两个小体积呢 在它 紧邻的这个表面 对这边讲 这个flux是这么大 对这边讲 flux同样大小 但是对这个来说呢 flux是负的 因为它是钻进来的 因为它是钻进来的 所以这个来讲是钻出去的 所以这两个字和 就是零了 一个钻出来 一个钻进去 加起来 两边加起来 就是零 所以我们都知道 这个flux 这个flux 加起来 这个flux 两个相邻两边的flux 加起来 都是零了 那么最后呢 它只有从什么 这个地方没有人跟它相邻 所以flux呢 只有这个边边才有 那么因此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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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 这个total flux 这个就是等于这个东西了 刚刚我们讲它就是它 我们说 total flux 是这个 而total flux的定义 对这个表面来说 它的定义又等于 相当A 跟DA 在这个面上 随便取一个DA 它的通量的积分 这是对这个面的积分 这个是 这个体积内 它的总通量 这两边相等 所以 我们说 这个 就等于这个 因为 全部的 体积加起来的flux 只有表面才有 所以 就有这么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 我们就称它叫做 散度定义 divergence theory divergence theory 好 我们现在 说 假如 这个表面 它原本圈住的 这个 体积是total 如果我们把这个表面缩小 或者说体积缩小 缩小它变成零 几乎去于零了 几乎去于零的话 就是limit total approach to zero 就变成低total 这个变成低total 于是这个式子 这个积分 因为这个已经变成 无限小了 它就不需要积分了 这个就只有 只有一个东西嘛 就等于说 小到只有一个小体积嘛 所以它就变成这样的值 于是我们把它这个 带到原本这个 divergence theorem里面去 这个就写成 这一项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 divergence a 它就等于什么东西呢 等于 这个值 被delta tau来除 不过 这个 这个值 被delta tau来除 那么delta tau呢 就等于这个东西啊 就等于这个 那就等于说 这个delta tau是怎么样 它是趋于零啊 就delta tau 不能很大 它就是一个极限 趋于零 而不等于零 那这个就是 divergence a的定义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说明说 什么叫做向上a的divergence呢 它就是某一个点 这几乎你看 它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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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有一个的时候啊 那这个delta tau 就好像一个点一样啊 一个点的体积啊 那这个就是这个delta tau 周围所钻出来的flux了 因为这变得无限小嘛 所以它就变成单位体积的flux 那就等于空间某一个位置 单位体积的向上a的通量 我们就称为这个向上a的divergence 所以在某位置 所以在某位置 向上a从单位体积内穿出自通量 成为该位置向上a的divergence a 好 现在我们以上介绍了闪度 现在我们接着要介绍旋度 旋度 curl of a 我们看这个图 所以有个坐标 迪卡尔坐标 xyz xyz 在这个坐标里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空间 就在xy这个空间 我们只看这个xy这个面上面 有向上a的分布 那么在这一点 这一点它是位置是xy 当然这个z呢 我们就算是某一个z轴的某一点 好 向上a是这么大 那么我们照样给它一个前提 就是说向上a朝x的正方向 跟朝y的正方向 它大小都是增加的 朝负方向的大小都是减少的 那么它是稍微偏这一边的 好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现在看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就是在这个面上面 这个z就是代表啊 跟z轴垂直的这个面 这个面上面呢 我们做一个 我们做一个这个封闭路径 从a到b b到c c到d d到a 这个ab边是跟ab边 cd边是跟x轴平行 bc边跟ad边 这是跟y轴平行 好 那么我们就看从 现在要看向上a 在这四个路径上面的值 它的线积分 但你要看这个积分呢 那只要看a 在ab ax a它有x分量跟y分量 ax是代表这一点的ax分量 这一点是ax 但是这一点就不是了 这一点跟它有距离啊 所以它是ax呢 就是ab边的ax 乘上dx 因为这个ax跟dx 是同方向 所以是正的 然后bc边呢 它是ay ay.dy 这个ay也是bc边的ay 跟dy 这个也是同方向 所以用正的 然后cd边呢 它的ax是朝这一边 跟路径相反 跟路径相反 那么它的ax是cd边的ax 然后再加上 这是负的 再加上 这一边 这边的ay 你看 它的ay是朝这一边 跟这个相反 所以这个符号也是负的 dy也是负的 那么这个ay是指 从d到a的ay 好 那么 a是等于这个东西 a就是 这个a 在这三个方向的分量 ax ay z 好 那么在ab边的呢 在ab边的话 它的dl ab边dl是这个方向 顺着这个箭头的方向 它是x的方向 正x方向 bc边的方向呢 是这个方向 是y的方向 那么cd边的方向呢 也是这个方向 是负的 是负的x方向 所以它就是负x dx 然后这个边它就是dl 也是同方向 也是同方向 这个cd边 ay 跟cd边 cd边 cd边是这个 cd边 ax是这个 dx是负的 所以它是负的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 ax 在ab边的值啊 在这里是ax 往这边呢 是越来越小 那你就看看 a 每个一个delta y a变 它的变化量是多少 就是partial a over partial y 从这里到这里 有多远呢 就是二分之y 所以它就变成 ax 减掉 partial ax partial y over over 二分之y 那么从cd边呢 那就是加的 加的 OK 好 那么 bc边 bc边 它这个是ay 这边就变加的了 它就看你的partial ax x 在partial ay 在x方向增加的 它的增加率是多少 那 乘上二分之x 就是总增加率 总增加量 总增加量 那么加上ay 就变成这个地方的ay 那这边就是变小了 原来是ay 那么它的变化量是这么大 从x方向的变化量是这么大 从x方向是减少的 它的总变化量是这么大 因此ay就是这个值 好 我们现在再把 我们现在知道 前面我们说 圆着这个封闭路径的限积分 是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 A x ay aza 这个 全部都带进去 带进去 带到这个地方去 带到这个地方去 那我们就得等于什么呢 它就等于 就是这个积分 就是等于 这四项 这四项 因为你已经把 我们已经把这个 带进去了 从A到B 值是这么大 它总共的量 因为它 它不是很长 它就是delta x dx 所以它的积分就是这个值 这个积分就是这个值 不需要积分 就等于 这个量 乘上这个 因为它本来就很小 那这四项把它加起来 你看 你看这里有个正 a x dx 这里有个负 a x dx 消掉了 正 a y dy 负 a y dy 也消掉了 那么就这个 正的 a y partial a y partial x 跟这个负负得正 加起来是两倍 就是partial a y partial a y partial a x dx dy 这个就是等于 partial x over partial y dx dy 所以 这个值 就是跟z轴垂直 这个面上面的 这个量 的限积分是等于这个值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把 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来 就是说 不是 我们现在先看看 curl a 就是把这个operator 跟这个a 做一个curl 做一个curl 做一个curl以后 我们把它 把它乘出来 根据这个 行列是乘出来 就是这个值 好 那么我们看到 刚刚有一项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一项 这一项 它正好是curl a的z分量 它的z分量 它的z分量 而dx乘dy呢 它就是 朝z方向的一个 面积 的面积 于是 你看这个 dx dx 乘dy 就是daz 就是 朝z方向 朝z方向 于是 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 这个量 本来我们算出来 等于这个东西 而这个东西 它是 这个括弧里头 这一项呢 是等于curl a的z 就是 面对的 跟z轴垂直的 这个面上的 一个curl a 乘上az 这个就是az 啊 那我们就可以把 这两个 这个是curl a的z分量 这个是da的z分量 所以可以把它写成 curl a.zda 所以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curl a 就是在跟z轴垂直的这个面上面 这个a的一个 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量 写成这个量 ok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 这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 我们看一个 任意的一个面 任意的一个面 它是一个带状 好像一个 捕蚊的一个 捕昆虫的一个网 捕昆虫的一个网 这边可以分成一个一个小小的格子 无穷多个 那么现在假如说 我们的封闭路径 有个向那a 向那a 它从这个封闭路径里头钻出来 这个是一个封闭路径 这个封闭路径 这个封闭路径就是 圆到这个 圆到这个方向 一个封闭路径 封闭路径 这是任意的一个封闭路径 任意的一个 一个小小的格子的封闭路径 那么这个有无穷多个 无穷多个 好 那么第i个 这就算是第i个 第i个 就是第i个 就是a 像那a 在第i个 在第i个封闭路径的一个旋渡 就是做这第i个格子里面 它的周围做的一个封闭路径积分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 它就等于这个像那 DotDi Dai Dai就是这个面 朝这一面 朝这个方向 因为它这个 是等于Carol CarolA DotDaz 对不对 DotDaz 这是第i个 好 那么 这个是第i个 那么我们把这全部的这个 封闭路径的积分全部加起来 这个 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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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闭路径 那么我们看到 每一个相邻的封闭路径 会一加两次 对这个来讲 是朝这一边 对这个来讲 是朝这一边 所以方向相反 那就等于消掉了 所以 凡是有相邻的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积分 现积分都消掉了 最后只剩下什么 这个面没有人 这一边没有人跟它相邻 所以它存在 像这一边 也没有人跟它相邻 就存在 所以说 他这个 不是 就说这边 这边有人跟他 就说这 像这一边 这个是C 这个带状的里头 真正的边缘只有这个东西 只有这个 所以只有这个地方 的现积分 没有办法抵消 所有其他地方的现积分 都有相邻的 现积分跟它抵消 因此 我们就说 我们把这无穷多个 这个现积分全部加起来 加起来 那就等于什么 等于A 相邻A 在这个 路径上面的现积分 因为江林的都消掉了 只有这个没有消掉 所以说全部加起来 是等于这个 而你把这个全部加起来 根据它原来的定义 它就等于 Curl A Dot dA 这是任意的一个 任意的一个 Curl A Dot dA 就是任意的小面积 然后它的总面积积分 总面积积分 就是每一个小小的dA Dot dA 小小的这个 小小的这个封闭路径积分 全部加起来 就全部加这个 这个面 全部加起来 那么我们就得到这个 这个关系 那就是A Dot dA 对于这个 周围的这个面 这任意曲面 任意曲面 它就有一个边缘 边缘的面积 边缘上面的 A的封闭路径积分 就等于小小的一个 这个 路径上面 Curl A Dot dA 这是任意的小面积的这个 封闭路径积分 全部加起来 加起来 这个就是 叫做 Stock Theorem 叫做 Stock定理 Stock定理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它可以把向量A的 线积分 变成 向量A的旋度 它的面积分 它的面积分 OK 好 现在我们说 假如啊 我们把这个C啊 把这个面 把这个面说成无限小 刚刚是说这个带状 像博文王这个带状 如果这个面变成无限小的话呢 那就是只剩下一个这个 一个格子这样大小啊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面积啊 全部的面积啊 就是等于这个面积啊 Dai啊 所以 所以 当这个面变成无限小的话 我们刚刚这个Stock 就说这个 这个值 我们就 这是第i个啊 圆着第i个方向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积分的啊 做封闭积分的这个 啊 是等于 啊 是等于 这个面 这个面 这个面的这个 是Stock Theorem 好 这个说成无限小的话 那就是你这个不要积分啊 那就等于 Curl A Curl A Dot Di 就好了 Curl A Dot Di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写成Curl A Dot Di 这个Dot Di 那就等于 这个分量 乘上Delta A的分量 你这个变成无限小 D A就是等于Delta A 大小就是这个 等于这个东西 那么就是说当这个面说成无限小的时候 它是 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无限小 它就变成Di个 原来是很大的一个 它现在就变成只有Di个 只有Di个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里头来看 Curl A Di个 就Di个Curl A 它就等于 这个值 被Delta A来除 把这个除过去 因为Delta A 其实它 就是这个就等于Dto 如果这个Approach is zero 这个就是等于DA 就等于DA A 那么这个就等于说 单位面积 某一个位置 单位面积的旋度 单位面积的旋度 单位面积的线积分 就是 向那A 在单位面积上面的旋度 单位面积 向那A 在单位面积的旋度 我们就称为 叫做Curl A I就是 你这个面 要跟Di个方向 要垂直 所以向那A的旋度 在I方向的分量 就是向那A 在垂直于I方向的面积 基数 DiA上面 绕着边缘做 线积分的值 绕着这个边缘做 和线积分的值